大家好,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Yugo 今天的视频是芒果的开箱视频 这里有一大项芒果的春装的单品 因为这段时间国内正好是三八女王节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在国内买芒果的话 这段时间可以逛一下 很多新款都有折扣 我这次买到的所有的单品 可能就一两件是没有折扣 有区域都是有折扣的 然后你们一定要记得在结账的时候 用他们那个折扣嘛 这样会折上再打折 打完折以后买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刮创 因为昨天刚刚说到最香的衣服 所以今天就迫不及待的过来 给你们开个箱看一下 我买到什么好看的衣服 买了一件白色的衬衣 还有一件外套 这件外套超级好看 是这种绿色跟橘色的那种小香风 还带一点点金丝在里面的 这件好好看 然后它的扭裤也超好看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当时选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细节和做工上面真的是太好看了 有一件衬衣是一个黑色这种泡泡袖的 有点宫廷风的一个短板的小衬衣 有一件黑色的这种西装裤 这件西装裤它前面是带拉链的 是可以把拉链拉开当一个开叉的一个西装裤的 如果觉得开叉太吵的话 你可以把拉链这样重新再拉回去 就是一个直筒的一个西装裤 它的面料也是这种比较厚实的这种西装裤的面料 不是那种特别轻薄的 可能春天穿会比较好 夏天穿可能会有一点点太厚了一点点 好 就是一个这个比较米妥色的一个高腰的一个西装裤 它的面料是比较轻薄的 有一点点像牛仔面料 可是要更加的舒适柔软一点 夏天穿应该蛮好的 还有一件就是马甲 是一件西装马甲黑色的 这种比较oversize一点的 我买的这件是最小马的 我觉得这种在春天穿的话 可以搭着这种T恤 简单的T恤外面就整个造型做出来会比较好看 就是搭配性强 然后又会有造型感的东西 它是一个高领的 是这种针织面料比较透的一个上衣 然后外面是一个V领的吊带 是一个长裙 是一个针织长裙 大腿这边是有一个大大的这样一个开叉的 现在看不太清楚啊 我等会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件真的是太性感太好看了 可是我觉得我买了没什么机会穿 不过因为它太好看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下单了 还有一件衬衣 这件呢是比较就中规中矩的一个 像蓝款的一件衬衣啊 一个蓝色 这个我是用来搭配我那个西装外套的 因为我去年不是在马甲买了好多东西吗 所以有些衣服现在刚入春的时候还能穿 所以有很多买过来是搭配我之前买的衣服的 芒果的牛仔裤还蛮好穿的 就是它很多牛仔裤就是纯棉的 没有什么弹力 像这件也是就没有什么弹力 不过他们家的牛仔裤你们买到一定要试一下 像我的话一般情况就是腰这边会太大 然后臀这边会正好 所以有时候会不太合身 它是一个直筒的牛仔裤 就比较适合现在春夏的时候穿吧 这件裤子也好好看 又是一件裤子 我很爱买裤子你们知道的 所以你们只能看到裤子 它这个面料就跟前面那两个裤子的面料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应该是纯棉的 然后比较轻薄 这种配一些白色T恤或者针织的那种米色的上衣 配起来就很好看 这个包我是看它月牙形的这种样子 很漂亮 这两边侧边是有细帖的 我觉得它的大小夏天杯是蛮好看的 可是我看图的时候 我以为它这个手柄会稍微长一点 可是它手柄很短 页下杯的话它就整个卡在页下 其实是不舒服的 所以这个包可能只能这样手提 这个包我真的是觉得蛮好看的 我当时还蛮犹豫的 也是一个发棍 是一个白色的 这白色上面还有这种压纹 这种皮革上面的一个压纹 质感看上去还真的蛮好的 然后它的白属于那种比较偏密的白 能看得出来吧 所以这种颜色拿起来会暖一点 会比较好配一点 然后里面空间也很大 两只包都是很好看的 这个形状其实我是更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整个包的设计 然后它的样式我觉得更加复古一点 可是呢 这只包的手柄有点太短了 平时喜欢拎在手上的这种小花的话 这只可以考虑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就比较喜欢这种 直接跨在身上的 那么你们就直接拿这款 这款还有个棕色的 我觉得棕色也蛮好看的 看你们自己啊 还有一双鞋子 Mango的鞋子我买过很多很多双 我之前住在西班牙的时候 我就经常买他们家这种单鞋 他们家的鞋子不便比一些别的快时尚啊 要好穿很多 然后这一款呢 是这样子的 你们看一下 就是很硬气的这种 它整个头是这种方的头 然后是一个白色 然后底部是这种棕色的底部 还有一个小小的跟 整个鞋子就很帅气 就像男生的那种穿西装的那种帅气 就很硬朗的那种感觉 它底部全都是有他们品牌这个logo的压纹的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这款鞋子 就是一个非常日常 然后看起来又很舒服 出门上班通勤都很适合的一套穿搭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这种二十来度啊 十八度的天气都可以这么穿 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就把西装外套套起来 然后到中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把西装外套脱掉 然后简单的这样穿一个衬衣和一个T恤 还有这牛仔裤的长度那一朵的话 拿过来基本是不用太需要去剪的 会有一点堆在鞋面上一个效果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颜色版型都非常的OK 配一个这种版本小包包就很好看啦 衬衣的面料是纯棉的 支线的密度是比较高的 完全不会特出下面的颜色和皮肤 颜色呢是这种蓝色的 天蓝色的颜色 这原天气不是慢慢的暖起来了吗 所以我穿这件西装外套的概率很大 然后经常会拿它穿 因为它是有行羊毛的 所以呢 在早上的时候穿它其实是够的 保暖度也够 就是我觉得当穿的话 可能层次感没那么好 所以我就买了一件这种蓝色的 跟它这个条纹的蓝色 正好有个呼应 这样做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 日常的这种上班的一个搭配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种鞋子不要买 穿起来超级丑 一点都不好看 会显得脚很大很大 我是三七的脚 穿上这双鞋子的话 我感觉我都有四零的脚 就看起来超级大 这扁就特别特别的扁 车面能看到到吗 就特别的扁 就显得你的脚 就是一片薄纸 踩在地上的感觉 就穿起来真的是不好看 这套穿起来真的也是很好看 很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件有设计感的衬衫 加一件马甲 再加一个西装裤 这件西装裤的话 我最后会不会留 是一个我自己要考虑一下的事情 因为觉得它的长度是太长了 然后它改起来的话 也会比较麻烦 因为前面有拉链 所以它整个改裤脚的费用会很高 然后它的型我是觉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们是高个子的妹子的话 就可以去尝试这件裤子 如果你们身高跟我一样 会比我更小个子的话 就不要买这件了 马甲跟衬衣都很好看 都可以去买 真的很值得买 然后拿过来做搭配 真的特别的香 先说一下这件衬衣 这件衬衣是只有一个 前面有口袋的 然后它的面料也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它是会有一点点微透的 还有它这个白色也不是那种本白色 有一点偏米料的 它这件衬衣好看的点在于 它的袖子是有一点灯笼袖的 这边是比较大的 它这边是给你做了三个皱褶的 因为这边面料比较多 所以下面收的时候要给你做几个皱褶 还有就是它袖口这里是做了一个不规整的 一个剪裁的这种小细节 它这件衬衣上面都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 穿起来很好看 它衬衣的领子是这种方领的领子 然后它的长度也不是那么的长 是能盖住屁股的 整个版型是比较阔型的 也是没有任何收腰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穿这种阔型的 这件马甲呢它是比较大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能整个到我的大腿根部的 在这么大的马甲下面 裤子一定要选这种修身的裤子啊 最小就是前面带拉链的 它这条面料和版型我穿起来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超级合身 它这边是它正常的旁边的那个走线 可是它前面还给你做了 硬条框一点的走线 一直做到它拉链的头这边的 它这条穿起来的话 就会让人感觉 把你的大腿的肉肉 往中间挤的一个意思 所以整条裤子穿起来 包袱性很好 还有它还有弹性 穿起来很舒适 它唯一一个back 它这件裤子是非常非常长的 这件裤子超级好看 颜色超级棒 然后打完就加个超级便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在100元左右上下 我忘记了 然后它这件裤子 真的包容性特别的 就跟刚才那件和身的那件裤子 完全不一样 你们看一下 包容性超大 然后面料很舒服 是纯棉的 比较有支撑力的 春夏穿都很好 然后颜色是这种咖啡色 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长度问题 我一六六的身高 穿起来完全不会脱地 然后穿个老爹鞋 就完全正整好 离地还有这么多一个距离 这件裤衣真的很百搭 我很喜欢这么穿裤衣 就把它的领子往后 稍微挪一点点 然后露出一点点前面的脖子 这样穿会很好看 就可以把这个扭口再解掉一个 也不会露出那个胸衣来的 会有那一种过度打扮的感觉 就是很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套创搭 裤子的颜色 面料可以看一下 应该能看得清楚吧 这是这种纯棉的面料 舒服的 后面有两个口袋 我这条实装是6码 然后存为是93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如果你们同位比我更大 这件还是可以穿的 这边有这种两个皱褶 会减落这个小腹凸起的问题 所以有一点点小腹的姑娘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就是有小腹的人 这件外套真的是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它这件外套的颜色的配色 真的是绝美无比 超级好看 看它上面这些 复古的低幼的带珍珠的 纽扣 这些纽扣做起来 肯定是非常的不便宜的 这些纽扣肯定一颗都不便宜 是真的口袋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 胸前这个是假的 胸前这个是没有口袋的 然后它这个粗花泥做的也是贼好看 黑白杂色配一些金丝 还有配一些橘色 绿色蓝色鸵色好多颜色 我这一两年在曼谷买衣服 就是经常能买到那种特别好看的 然后自己特别喜欢的时候 实用性上面也很佳很佳的那种衣服 像这件的话其实只是好看 现在刚刚入春和秋季的时候 是可以穿的正夏或者震冬的时候 可能就穿不到这样的外套了 不过这件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你可以搭任何你柜子里有的裤子 什么黑色白色蓝色绿色 橘色鸵色搭起来都会很好看 因为它这件衣服上面 它本来就有很多颜色 搭起来已经非常的协调 很多脚上外套穿起来 都会有一点点显年纪 是不是 它这件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它就会看起来很有活力 很年轻的感觉 因为它整个配色都是比较亮色系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外套真的是很好看 下面就配这件裤子 而且就很好看 这件裤子就是那种 中橘色 中橘色的颜色 有含量 搭来一起就特别的合适 我买的时候 也是没有想到他们要搭来一起的 就是刚才在试穿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搭来一起真的是很好看 就给你们做了一个这样的释放 我们看一下这件上衣 这件上衣真的是好好看 对 好好看 它整个就是比较宫廷放的感觉的一个黑色的成衣 它是做了一个八分秀吧 它这边是给你做好皱褶的 所以它直接可以往上提一点点 就正好卡在你这个手臂这里 然后这边也是 它这边的面料就会呈现那种堆堆的样子 黑色本来就已经显瘦 然后它露出来的面积也比较大 像脖子啊 锁骨这边都能给你露出来 所以会显得你整个上半身就比较窄比较瘦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肩膀特别窄的一个公养 可是我穿这件和穿白色衬衣的时候 你们能明显感觉到我穿这件的时候 显得脸比较大 是因为它肩膀看起来会比较窄 如果你们是肩膀比较宽的妹子 那么这件你们直接去买 就会穿起来很好看 因为它会让你的肩膀显得比较瘦 那如果你们是肩膀本来就很窄的姑娘 那么就不要买这件了 会让你看得更窄 会让你显得脸更大 所以大家按自己的身材比例去考虑要不要买这件 它后背是这种 做的这种松紧带的 所以它是没有拉链的 是直接套上来的 这件上衣真的是很好看 如果你们就是平时要出去跟小姐妹去吃个饭 或者去跟男朋友约会 我觉得这样的衬衫就很好穿 比较高腰的一个衬衣 它是在你肚脐上面的 如果不想露这种小腰的话 就穿一个比较高腰的裤子 这件裤子也很好看 颜色是这种坨色 它这件裤子属于一个九封裤 是一个西装九封裤 然后穿起来包容性很大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 它的面料是有一点点弹力的 所以穿起来很舒服 摸起来很丝滑 裤子的面料有点像牛仔面料 可是要比牛仔面料软很多 薄很多 轻敷性高很多 这个是一个面料和版型都比较适合吹下的时候去穿的 这件铃银裙真的是好看到极致 可是这件铃银纸线 这种身材比例很好的姑娘去买 如果你有一点点的脆肉 或者有一点点的小服 都不要去买它 好吗 我买它也是因为我觉得 这衣服太好看了 可是 现在就让你们看一下 我 一个长年健身的人 这件铃银线的小服长啥样 是吧 挺大的 摸摸 然后呢 穿着这个银裙的时候 我就就这样 好了 我得收腹 收腰 收的呀 太累了呀 像我这种有小服的 不配 我不配穿它 你们按照自己的身材的条件 去选择 要不要买这件 反正我觉得 我是不太配偿它的 那好 好了 那刚才搞笑的一段 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的蒙果开箱 也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我反正开的都是很开心的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视频 你们懂的啊 点个赞 留个言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